透过考古看世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1年度国际十大考古新闻 第一条是 以色列发现14万年前人类化石 2021年6月 考古学家宣布 在以色列一个古老的深坑中 发现了一些距今约14万年到12万年的 古人类化石 它们很可能代表着一个 此前从未被发现过的古人类群体 它们充分掌握了打制石器的技术 能够用火并保存火种 更令人惊奇的是 它们的骨骼形态 介于欧洲古人种尼安德特人 和我们现代人类的祖先早期智人之间 这为当时不同古人种的进化和相互交流 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在那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